第一章 掌令 嗖 李冠的原神分身在云雾间超高速飞行 飞到估摸的位置后 才俯冲进海水当中 应该就在这一带 李冠原神分身在幽暗海水中 借助传讯令牌感应的位置 迅速逼近过去 怎么没看到孟川 李冠略有些疑惑 忽然 前方海底深处 虚空扭曲 显现出了一座古老的海底山脉 孟川主动飞了过来 尊者 孟川脸上有着喜色 孟川 发生了什么事 照我过来 李冠原神分身微笑说道 尊者 且看那边 孟川指向远处 在庞大的海底山脉中其中一处 正有着古老的山门 李冠仔细看去 辨认出山门上的字迹 沧海 她脸色变了 沧海派 李冠当然清楚沧海派和原出山的关系 二者是沧原宗的两个之脉 当然原出山获得了大多沧原宗传承 沧海派获得少部分 你发现了沧海派 李冠惊喜看着孟川 好 不过 你别擅闯 虽然沧海派已经数十万年没消息了 应该没传人了 但她终究拥有沧原宗部分传承 内部危险重重 即便是造化尊者硬闯都可能毕命 我们须须须涂之 没了造化尊者主持 终究是死物 我们多耗费些时间 耗费百年 耗费千年 最终 我们一定能完全得到它 理官都做好 耗费千年功课的准备 我见到了沧海派的护法神 如今沧海派一切 我都掌控了 孟川连解释道 我请尊者来 是想要将这些都交给袁出山 你已经得到了沧海派一切 理官发懵 要交给袁出山 我请护法神来见尊者 孟川微笑道 看向身后 一道黑雾凝聚为黑袍长眉老者 黑袍长眉老者 公身向理官行礼 主人说了 沧海派一切都转交给袁出山 我只需片刻 便可将沧海派一切都先搬迁到小行动天内 什么 孟川得到了沧海派一切 秦武 洛唐都震惊 沧海派这等宗派 即便没落 也不是孟川能轻易攻克的 秦武摇头道 他都照了护法神来见我了 理官惊叹道 他不敢带着整个宗派返回 怕中途出意外 我也不敢让原神分身携带整个沧海派返回 若是妖族真来袭击 出了一丝 纰漏 遗失了沧海派宝藏 那我都将是袁出山的罪人 我原神分身正在返回 去见皇城代替你 理官看着秦武 秦师爹 你真身亲自去一趟 将沧海派搬迁回来 完整的沧海派 秦武 洛唐都有些震撼 当年沧原祖师留下的十二镇宗宝物 我们原出山留下九大镇宗宝物 沧海派得了三大镇宗宝物 洛唐忍不住道 如今要回归了 孟川立下如此大功 我们又该如何待他 秦武也轻轻点头 原出山有规矩 赏罚分明 不可让任何一个功臣寒了心 孟川立下如此旷世奇功 便是我原出山历史上的三位帝君 论功劳也没法和孟川比了 三大镇宗宝物若是返回 他的功劳超越历史任何一弟子 李官点头 他们很清楚 任何一镇宗宝物都价值无量 比捷径密宝都要珍贵得多 是沧原祖师为了后辈们不惜代价准备的 后辈弟子们虽然也出现了帝君 也出现了元神捷径大能 但后辈们带给宗派的 远远无法和沧原祖师的十二镇宗宝物相比 如此大功 该如何赏 三位尊者彼此相识 李官摇头他都得到一整个沧海派了 难得我们能赐下比一整个沧海派还珍贵的 赏无可赏 给个体的宝物 再珍贵也不可能超越整个沧海派 秦武说道 的确没法赏 总要给个说法 不能只收好处 骆唐说道 让他也担当掌令者吧 李官笑道 担当掌令者 在规则允许内 宗派宝物是任凭挑选 自身也有责任壮大宗派 不过让一个疯王神魔担当 掌令者是魄力的 必须我们三个都同意 我同意 秦武点头 他如今实力就媲美造化 以他添资 也必定成造化 超越原出山历史 任何一弟子 提前担当掌令者 我也同意 骆唐道 好 那我们原出山以后就是四位掌令者了 一切由我们四位共同决定 李官点头 原出山的最高权力 由掌令者们商议决定 他们决定着宗派的一切 他们为宗派付出 是不计功劳的 当然在规则范围内 宗派之物 他们都是任选的 宗派一切资源都是他们来进行调配的 海底深处 秦武尊者真身感到了 这 也在海底山脉 见到了孟川和护法神 整个沧海派都搬迁到三枚小型洞天内 护法神将三枚珠子先递给孟川 如今一切由主人理决定 待得孟川收好后 护法神当即化作黑雾 钻进了其中一珠子 世尊 孟川也认真递上 好好好 秦武尊者 结果三枚洞天 珠子 男眼激动紧张 新海殿 战神塔 群星楼 可都在其中 都在其中 完好无损 孟川说道 好 秦武尊者连点头 元出山最关心的 就是这三大镇宗宝物 他看着孟川 感慨道 当年沧原宗一分为二 群星楼等三件镇宗宝物 就到了沧海派手里 如今近八十万年过去 这三件镇宗宝物 终于回来了 孟川 你这次功劳可太大了 新海殿 战神塔 群星楼 放在元出山 我也一样可以去闯 去翻阅点击 孟川笑道 独战 是糟蹋了 沧原祖师的心血 秦武孝看了看孟川 群星楼的这些绝学典籍 许多 都是原本 独一无二 一本 原本 价值就匪夷所思了 战神塔第九层的力量 是有望击杀帝君的 也是可以用来镇守宗派 新海殿可以考验神魔 也可攻击敌人 得着三大镇宗宝物 沧海派延续了二十万年 历史上诞生数百尊者 甚至至今 别的宗派都没能攻破沧海派 孟川也是 完成了两大考验 护法神主动将沧海派 一切奉上的 真要强取 原出山 这同处一员的势力 都打算耗费千年来功课了 走 回原出山 秦武没多说 带着孟川 一同返回 师徒二人飞行许久 到了 看到连绵无尽的原出山山脉 秦武 孟川都松口气 顺利将沧海派带回来了 第二章 秘星 李官 洛唐 在高空迎接 不负所托 秦武微笑道 我已经将沧海派带回 说着 他展开手掌 手掌中有三颗洞天珠子 神秘的三颗珠子 却是三座小型洞天 存放着整个沧海派的积累 价值无量 终于 十二镇宗宝物又齐聚了 李官感慨道 我李官 能在大县之前 看到这些 当真死也瞑目 孟川 谢谢你了 我也是机缘 碰上 孟川说道 他感觉得到李官 对于原出山的深厚感情 漫长岁月管理一座宗派 操碎了心 怎能感情不深 孟川你探查天下处处 碰到藏匿着的沧海派 也是应该 这或许便是命运 秦武说道 命运注定 要在你手里 令沧海派回归 走 我们赶紧安置了镇宗宝物 李官说道 这是书册 孟川立即翻手 取出一本书册 简单记载了 沧海派拥有的宝物 除了三大镇宗宝物 还有捷径密宝兵器武剑 孟川递过去 李官简单翻看了下 点头赞许 沧海派积累还挺多 帝军级密宝兵器 弟子已经取了一件 孟川说道 取走的重宝 我在后面已经列出清单 帝军级一件密宝兵器 没必要说了 李官笑道 这些本就是你的 你取走乃剑 无须多说 翻看着书册 李官 秦武 骆唐带着孟川 又飞入了沧原祖师花卷 进入了那座大殿内 出了殿门 在广场上 哄哄哄 群星楼 新海殿 战神塔 环绕在中央的大殿周围 回来了 李官 秦武 骆唐三人都激动看着 群星楼内 据传有98门绝学 骆唐 看着 目光炽热 以洁净 帝军级绝学为主 极少数是尊者 级绝学 都是经过沧原祖师筛选 才收藏在其中的 这些绝学 历史上 只有两位前辈彻底练成 方才记录下黑铁天书 李官说道 所以 除了两门尊者及绝学外 其他都失传了 我们人族 在顶尖层次绝学上 因此出现了很大的缺失 孟川忍不住道 据我所知 当年沧原宗分裂时 元初 祖师已经成为帝君 占据绝对优势 他为何拿出九件正宗宝物 任由沧海祖师 选三件 带走 群星楼 藏有绝学 新海殿也藏有元神秘书 可都是非常重要的 背后 也有些隐秘 李官说道 孟川 你能想象一个宗派统治世界 数十万年吗 永远是这个宗派在统治 想要成神魔 就必须成为这个宗派的弟子 孟川 微微一愣 沧原宗太强了 李官说道 沧原祖师在时 还能掌控大局 令宗派不至于太弥烂 而沧原祖师失去后 沧原宗便一发不可收拾 没有任何外患 弟子名额 都不一定要给最优秀的 而是给强大神魔们愿意给的 即便你天资卓绝 你得不到名额 你就成不了神魔 李官说着 秦武也说道 绝对掌控天下 带来的弥烂 触目惊心 虽然有一代代强者 想要改变 可改变不了人心 没有外患 导致沧原宗出现内斗 内斗起来才可怕 历史上不少尊者 都是因为内斗死去的 甚至都有判出宗派的弟子 想要报复沧原宗 各大派系 有的主张择忧而选 选天下因才教导 有的主张栽培神魔的族人 有的主张掠夺天下 让天下为什么的仆从 派系之争 权力之争 沧原宗数次陷入毁灭的边缘 到了原初祖师这一代 原初祖师明白 他活着他能影响宗派 但他一死 沧原宗 依旧会面临过去的困境 李官说道 所以原初祖师痛下决心 故意宣扬自己的理念 引起宗派内的反对 他将反对者派系 全部切割出去 他担心自己做错了 所以拿出九件正宗宝物 让反对者们去选择 于是就有了沧海派 原初祖师觉得 自己是对的 但他也相信 没有人是全知全能 所以两条路 各一脉 任何一脉发扬光大 沧原宗都能再度兴盛 李官说道 而历史证明 祖师选择是对的 有外在威胁 我们原初山 需要和其他宗派斗 历史上和沧海派斗 和万剑宗斗 和黑沙洞天斗 反而内部很团结 李官说道 而且我们有九大镇宗宝物 其他势力 即便诞生帝君 我们躲在原初山内 暗中去天下选些弟子 也可维持传承 一代代至今 其他宗派起起落落 原初山永远是当代 数一数二的宗派 李官说道 其实我们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彻底统一天下 但一直遵循 原初祖师定下的规矩 让天下有其他宗派 崛起的土壤 孟川问道 宗派厮杀 也会很惨烈吧 尊者以下 任凭厮杀 李官说道 达到造化尊者 各大宗派都会约束了 更多是探索欲外 闯荡时空长河 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神魔 闯荡时空长河时 都将是同伴 偶尔因为仇恨太深 尊者级也会厮杀 洛唐说道 不过大多数都很理智 都清楚 闯荡时空长河 才有望更进一步 所以 人族历史上到了尊者级 反而比较和平 除非某一派 有横扫天下的实力 那时候 我们原初山 也愿意暂时隐忍 孟川点点头 即便将反对者们分割出去 也不必分割战神塔 群星楼 星海巅啊 祖师是故意的 理官说道 一来 分割出去的一脉 要真正立足 传承漫长岁月 必须得有足够的镇宗宝物 所以祖师才拿出 九件镇宗宝物 让沧海前辈任选 二来 最重要的原初山 已经收好 剩下的九件 都是祖师认为 可以交给对方的 战神塔 群星楼 星海殿 这也在祖师预料中 孟川疑惑 预料中 可这样原初山 就没了最顶尖绝学 最顶尖原神秘术 战神塔 有击杀普通地军的实力 星海殿也可攻击敌人原神 有这二者 沧海派才能立足站稳 理官说道 至于损失 祖师曾经对我们说 修行到了造化境 有绝学固然好 但真正有大成就者 都是自己摸索出道路 自创绝学 祖师在时空长河中所见 几乎都是如此 没了顶尖层次绝学 反而会逼迫 原初山尊者们 自创绝学 理官说道 至于修行方向 捷径秘宝兵器 帝君级秘宝兵器 就蕴含符文 蕴含帝君 竭尽层次的方向 有方向指引 有宝物 护身 自创绝学 这才是原初祖师 给原初山定下的道路 梦川一阵 是 自己就是仓物血 任盘符文 而后 又促进无尽刀 和云雾龙蛇身法的完善 秦武也道 损失群星楼 星海殿 战神塔 是很心痛 但对那个时代的苍原宗而言 如此分为原初山 沧海派 或许是最有力的 第三章 为宗派遮风挡雨 如今沧海一脉 又回归了 数十万年的岁月证明 原初山这条道路 才是正确道路 李官微笑道 他走向了战神塔 真没想到 我李官在大县之前 还有机会闯一闯战神塔 李官走到了战神塔前 秦武 洛塘 孟川也走过去 听说战神塔前的注石 藏着排名 秦武笑着道 只要真元渗透其中 排名便会显现 排在最前面的 都是我人族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人物 说着他一缕真元渗透进去 孟川眨巴下眼 看着那熟悉的排名 大力尊者 扶晓道人 原初祖师 秦武 念着这上面最耀眼的几个名字 忽然他皱眉看着第五个名字 斩妖人 斩妖人是谁 洛塘也疑惑 这排在前十的 其他人 我都知道 大力尊者 那是自创出大力 魔体的前辈 以尊者之身 闯过了战神塔第八层 潜力排历史第一 扶晓道人 天资妖孽62岁成造化 进入时空长河后 早早陨落 原初和沧海两位祖师 还有万剑岛主 清联克 安阳帝君等等 都是人族历史上 最耀眼的一群存在 这群存在 要么成帝君 要么天资妖孽 要么自创超品神魔体 甚至有成捷径的 各个都是让一代代尊者们 仰视的 而如今前十中 出现了一个斩妖人 斩妖人 李官 疑惑 秦武却转头看向孟川 孟川 你的那柄战刀 也叫斩妖吧 不瞒师尊 孟川说道 弟子之所以能够得到 整个沧海派 就是因为闯了 战神塔和新海淀 通过沧海派的考验 这排在第五的 斩妖人就是弟子 是你 秦武 洛唐 李官都赤惊 看着孟川 人族历史上 记忆境界方面 前例第五 是什么概念 看看排在前十 都是哪些人就清楚了 仅能排在第五 洛唐忍不住低声道 我们当初瞎了眼 竟然没看出 孟川在记忆境界方面 有如此添资 大气晚成也是有的 孟川脱胎换骨 比当年更优秀了而已 秦武感慨 说道 随即又看向孟川 你说你闯了战神塔和新海淀 所以才能得到沧海派一切 沧海派设定的门槛一定很高 才会让你拥有沧海派吧 是 孟川点头道 新海淀排名在前五 战神塔排名在前五 两项都做到 沧海派便完全赠送于我 只要求一点 将来不让沧海一脉断绝 新海淀也要在前五 洛唐一闪身 就到了新海淀前 同时连催道 秦武 赶紧赶紧 秦武也到了新海淀前 一缕真元渗透进柱石 柱石中显现出了排名 第一 斩妖人 第二 万剑岛主 第三 安阳帝君 新海淀排名第一 洛唐 秦武 李观都看得都惊住了 他们三位都转头看向孟川 我们元出山 这一代 竟然出现了这等妖孽怪物般的弟子 洛唐忍不住低声道 当发现这时代有一个弟子 能够在人族历史上 都属于最妖孽那种 李观他们三位尊者 是又激动欢喜 又感到复杂无比 因为他们很清楚 历史上这种妖孽成长起来 是何等惊人 封王 越接战尊者 尊者越接战帝君 这简直是正常发挥 自创出强大绝学 自创出新的超品神魔体 都有不少 我们得保护住他 让他好好成长 李观传音道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就能解决这场战争 星海殿排第一 战神塔排第五 这是超越人族前辈的 人族历史上所有天才 他恐怕是最接近苍原祖师的 秦武也传音道 一位接近苍原祖师的天才 我们一定得尽量保护住 能给他的护身宝物都给了 洛唐传音道 我们还能做什么 不 我们做得还不够 还可以做得更好 李观传音道 他们三位商议着 孟川在一旁 却根本不知道 三位尊者在暗中商议什么 这星海殿 战神塔排名 对三位尊者震撼太大了 两项都排在前十的 万剑岛主安阳帝君 原初祖师 都至少成了帝君 像大力尊者 扶小道人等等 都是记忆境界方面 天赋超高 可原神限制了他们 令他们卡在尊者级 而孟川是两项排在前五 人族从未有过 最接近他的是 安阳帝君 安阳帝君 乃是人族 最接近苍原祖师的 是原神三杰境大能 李师兄 你为孟川考虑得太仔细了 洛唐传音道 李官传音道 一位媲美安阳帝君 原初祖师 万剑岛主的天才 诞生在了我们这个时代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我们必须保护好它 修行者的世界 终究是看个体的力量 一位超绝强者的诞生 不但能解决战争 甚至能永远 改变族群的命运 孟川 李官看着孟川 笑道 沧海一脉不绝 你无需担心 我原初山 将来会在宗门内 再立沧海一脉 以沧海祖师的传承为主 不过在战争结束前 沧海一脉都暂时是一脉 不会对外公开 明白 孟川点头 宗派设立这一脉 也是帮自己了结 因果 你这次贡献极大 李官笑看向身侧的秦武 骆唐 说实话 我们思来想去 真的是赏无可赏 可我原初山历来的规矩 不可亏待功臣 所以我们经过商量 破例 让你担当原初山的掌令者 掌令者 孟川疑惑 如今原初山只有我 秦武 骆唐三位掌令者 李官说道 便可决定宗派一切事务 当然也得遵循前辈们 留下的一些规矩 只有特殊情况才能破例 我担当掌令者 没必要吧 孟川有些犹豫 该你担当 就担当起来 李官看着孟川 你已经在解决 百万妖王的威胁 你甚至带回来沧海 派一切 你做的贡献 已经超越原初山历史上 任何一尊者 你的实力 也足以匹敌造化 你有资格担当掌令者 这不仅仅是权力 更重要的是 责任 需要你担当 起来的责任 代表 从今往后 没有更强者 为你遮风党雨 需要你为宗派遮风党雨了 需要我为宗派遮风党雨 孟川赶到自己身上 多了一份责任 以你的成长速度 数十年 你就会成为宗派 最粗壮的那株大树了 李官笑着 秦武 洛唐也都点头 媲美安阳帝君 原初祖师 万剑岛主的天才 耗费数十年 达到媲美秦武 李官的成就 那是非常正常的 耗费超过百年 那叫修行慢 第四章 十二镇宗宝物 担当掌令者的仪式 等会儿进行 李官说道 在这之前 我等也要将原初山 真实一面告诉你 真实一面 孟川心中一动 因为原初祖师 定下的规矩 我们原初山 对外隐藏了些关键力量 李官说道 重点就是 十二镇宗宝物 之前我们原初山 仅有九件 你带来三件 也大增我原初山抵运 这镇宗宝物 第一件 就是苍原祖师 本身的传承 李官说道 完整的传承 从普通神魔阶段 到造化镜 帝君镜 乃至七节镜 这过程中的兵器 修炼方法 适合修炼的特殊之地 珍贵资源 一切都准备得很详细 只要继承 苍原祖师传承 就能得到整个人族 世界最好的栽培 堪称天之骄子 人族历史上的 造化镜无敌 大多都是苍原祖师 一脉的传承者 李官说道 这也是我原初山 能长期维持 强盛的重要原因 苍原宗分裂后 天下间诞生的 大半的造化镜无敌 都源自于原初山 原初山能不强盛吗 只是要通过轮回试炼 得到传承 非常难 李官笑眯眯看着梦川 强大传承 自有门槛 梦川点头 落堂则笑道 不过如今 我们这时代 有一位天才 闯过轮回试炼 得到了苍原祖师的传承 他也姓梦 也姓梦 梦川眼睛一亮 自己儿子天赋极高 也修炼得轮回神体 难道 就是梦安 李官笑道 血脉遗传的确很不凡 有你这样的父亲 难怪梦安 也能年纪轻轻 就如此优秀 不过他和你的区别 就是 没经历过战火 没经历过真正的磨炼 之前 觉得梦安有望成造化镜无敌 不过估摸着至少两百年 还觉得称两百年 难度太大 如今一看 梦安 他爹梦川更妖念 历史上两项潜力都极高的 那都是至少成帝君的 帝以君之姿 洁净有望 人族最接近苍原祖世的天才 而他还年轻 将来也会有他的经历 梦川还是很开心的 他虽然得到 废羽大能的原神秘书传承 可也只是一门秘书 至于怎么修炼 有那些资源来栽培 有什么厉害兵器 有什么修炼之地适合 一概没有 仅有秘书 梦安这种 才能算是真正的传承弟子 全方位的栽培 第二件正宗宝物 就是那座大殿 李观指着那最巍峨的大殿 也是原本藏着赤云天 青云天等众多元宝的大殿 也是这个洞天的出入口 这是天地大殿 李观说道 也是整个人族世界的世界本源 世界本源 梦川一愣 秦武也感叹道 当年 苍原祖师 令人族的世界本源 显形 炼制天地大殿 守护世界本源 并且令世界本源壮大提升 令整个人族世界 从低等世界提升到中等世界 有了质变 人族在世界内修行 都会轻松许多 像你的元宝青云天 力量来源 就是这座天地大殿 秦武笑道 当然维持些许元宝 仅仅是他最不起眼的功能 它还有其他大作用 第一就是 镇守元出山 调动天地大殿的力量 镇守出整个元出山 只要有尊者催发阵法 或者三位封王神魔同时催发 就能完美守住整个元出山 就是数位帝君联手来攻 也休想攻破元出山 秦武看着梦川 正因为有底气防守 所以 元出祖师才愿意让其他宗派成长吧 这天地大殿 还有另一种主要功用 李观表情严肃道 那就是彻底激发世界本源之力 借助天地大殿的灭世阵法 将元出山之外 所有地方都毁灭掉 这便是灭世 灭世 孟川一个机灵 对 苍元祖师也想过 将来若是有强大外敌 潜入人族世界 李观说道 我们人族抵挡不住 那该怎么办 最后的法子 就是灭世 我们人族都躲在元出山 将元出山外所有地方全部毁灭 所有生灵 也都全部毁灭 苍元宗的山门 就是如今元出山 李观说道 灭世之后 再将元出山内繁俗生灵放下山 任由他们繁衍 灭世 是我们人族面对强敌最痛苦的选择 李观看着孟川 毕竟元出山能容纳的繁俗很有限 一旦灭世 九成九以上的生灵 都得死去 所有城池 所有花草树木山和湖泊 都将毁灭 一切都重新郁郁繁衍 孟川点头 天地大殿 还有其他一些小功用 等成了长令者 你慢慢了解 李观接着道 第三件正宗宝物 就是你曾经进入过的苍元洞天 苍元洞天 是苍元祖师遨游时空长河 漫长岁月 得到的各种机缘 苍元祖师都觉得 这些机缘很独特 所以一一收藏 放进苍元洞天 元出山 只有无比妖孽的天才 才有资格进入苍元洞天 让那些天才们 获得最适合他们的机缘 如虎天意 亦非冲天 李观说道 从历史来看 苍元洞天的机缘非常重要 像大力尊者 万剑岛竹等很多前辈 都是在苍元洞天内得到机缘 得到更迅猛提升的 便是孟川妮 也是在苍元洞天内得到机缘的 只是苍元宗时代 苍元洞天开启次数太多 内涵的机缘越来越少 李观叹息 到了元出山时代 我们开启的次数 自然得大大削减 否则很快就消耗光了 十二镇宗宝物 最重要的这三大镇宗宝物 怕是苍元洞天是最先消失的 对 如今剩下的机缘 都不足最早期的一程了 洛唐也道 苍元宗时期 消耗了太多的宝物资源 秦武也道 当初元出祖师 将这三大镇宗宝物都收起 另外 九剑镇宗宝物 任由苍海祖师挑选 李观说道 剩下的九剑也同样不凡 排在第四的 是一条手臂 手臂 梦川一愣 他的秘密 我们也不知道 李观说道 苍元祖师设下阵法 必须达到帝君级 才能知晓 这条手臂的秘密 按照历代成为 帝君的前辈们的认定 将它 排在第四镇宗宝物 第五镇宗宝物 你随我来 李观说道 梦川真正看了一遍 十二镇宗宝物 不由暗暗则舌 总算感觉到 一位肉身七杰镜大能 所创宗派的底蕴之身了 妖族历史更悠久 诞生过的捷径强者 更多 肉身六杰镜大能 都诞生不止一位 梦川原家警醒 必须得更小心 看完诸多镇宗宝物 梦川又回到天地大殿 天地大殿内 黑袍长梅 老者等三位护法神也来了 他们也是苍原宗 最初时期的三位护法神 成为掌令者 当守护宗派 守护人族 至死不渝 梦川 你可知晓 三位护法神 站在梦川的前面 而李观 秦武 洛唐 在一旁观理 弟子梦川 此生定当守护宗派 守护人族 至死不渝 梦川在天地大殿内 在三位护法神 三位掌令者面前 承诺道 为首的护法神巨人 将一块金色令牌 递给梦川 东宁王梦川 从今天起 你便为我原出山 当代第四位掌令者 弟子接令 梦川 郑重接过 第五章 翻阅绝学 成为掌令者后 梦川来到了群星楼 李观 秦武 洛唐 他们三人 也都来到了这里 开始翻阅点集 群星楼的绝学 你还没看 秦武笑着道 我得到沧海派 就想着 尽快送回原出山 梦川说道 翻阅绝学 仔细参悟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也没着急 群星楼 战神塔 新海殿 我打算对 原出山的 封王神魔们 逐步开放 李观在一旁 翻看点集 同时说道 当然战神塔 新海殿 排名上的你的名字 得先让护法神隐藏 等你成了造化尊者 彻底无惧妖族时 再公开也不晚 秦武 洛唐 梦川 都点头同意 至于群星楼绝学 和新海殿元神秘术 还是按照 苍元宗时期的老规矩 以实力和功劳 来限制 嗯 都是老规矩 对自家神魔 还是很宽松的 行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 知道你们心思 都在这绝学上 李观笑着 也开始专心翻阅着 四位掌令者 都先简单翻阅了下 绝学点集 才针对性地 找到自己一脉的绝学 雷霆一脉的绝学 一共六门 梦川 坐在群星楼的角落 抱着六门绝学 原本放在面前 其中五门绝学 都是书籍模样 还有一门绝学 是一块巴掌大的金玉 人族前辈们 自创绝学 用黑铁添书 是因为人族世界 更容易获取 允星铁这种材料 而时空 长河中得到的绝学 大多数都是文字图片的书籍 少部分是奇特材料 尊者 即绝学一门 帝君即绝学三门 捷径即绝学两门 梦川眼睛放光 能被苍元祖师 选进98门绝学行列的 尊者即绝学 非常少 这门尊者即绝学 名叫金莲将士 明明是一门尊者即绝学 按照上面描述 蕴含的意境奥妙 也只是洞天境圆满 但是无比精妙的运用之法 使得这一门金莲将士 拥有着极为可怕的威力 是一门有望月街 击杀帝君的绝学 梦川翻看着这门绝学 意识沉浸进去 开始获得这一门传承 金莲将士 那是一朵金色莲花 纯粹由雷电凝聚而成 无比耀眼璀璨的莲花 是意境世界中最耀眼的 带着惶惶之威 散发着毁灭世界的威势 它缓慢旋转着 一片片花瓣 蕴含着威能 都旋转着汇聚到下一片 不断地累加着 越是旋转 威力越是可怕 并且它有两层花瓣 两层 缓慢交错旋转着 蕴含着无尽阴阳奥妙 吃吃吃 旋转的金莲 朝下方坠落 看似缓慢 但它旋转坠落时 缴碎一切 粉碎一切 凿穿一切 没有任何能阻挡 在它面前 便是整个世界 都将被它凿穿 孟川不由想到了 那撕裂时空长河的紫色闪电 那不断蔓延爆发的雷电大树 那不断撕裂时空的力量 如果说紫色雷电 是时空长河自然形成的力量 而这旋转的金莲 更像是将一株雷电大树 凝聚成一朵莲花 力量完全合一 不断缴碎 粉碎 凿穿 它的威力一直在叠加 莲花的旋转 是力量的汇聚 威力似乎无上限的递增 好可怕的绝学 如果任由施展者酝酿 这一招威力会不断递增 直至超出自身的掌控能力 孟川暗岛 即便敌人想要压制 这也是一门能越阶战帝君的绝学 甚至有望越阶斩杀帝君 这可比郭可前辈的 心一刀 更厉害了 难怪被苍原祖师选进来 不过修行很难 比一般的尊者及绝学难太多了 我曾画出雷霆十五相 按照这绝学描述 需要将电闪之光芒相 生命之阴阳相 毁灭之无境相 毁灭之归异相 毁灭之虚无相 五相完美结合 才能将这一招修炼圆满 孟川暗岛 雷电一脉的毁灭方面 占据了主导 孟川又反看三门帝君级绝学 帝君级绝学 雷霆行走 雷火炼体术 黑暗闪电 这都是比较偏门的绝学 孟川也学了这三门传承 雷霆行走 是一门神法 一旦炼成 就真的彻底化作闪电 拥有媲美真正闪电的速度 孟川很清楚 那速度何等可怕 便是人族世界之广阔 真正的闪电 也能一瞬间掠过整个世界 帝君们一般是能顺一千里的 可顺一千里 在真正闪电面前都不止一提 所以这门雷霆行走 令苍元祖师颇为重视 也收入群星楼 雷火炼体术 竟然用来修炼肉身的 将肉身修炼的 和帝君级兵器一样 修炼到圆满地步 即便莫成捷径 但力量之强 防御之强 却是足以媲美肉身五捷径 帝君越接战 肉身五捷径 孟川暗暗道 真没想到雷霆一脉 也能修炼出如此强横肉身 可按照传承描述 雷火炼体 还需兼修火焰一脉 并且每次炼体 对肉身负担都挺大 想要达到圆满 难度也齐高 黑暗闪电 一旦炼成圆满 施展开来 仿佛从时空中消失 寻常捷径大能都找不到 孟川学完这三门 觉得都是达到某种极致的绝学 或许普通的帝君级绝学 已经吸引不了苍原祖师注意了 捷径级绝学 孟川学了后 才心中一松 这才是正常点的绝学 捷径级绝学 共有两门 一门名叫雷霆剑 这门绝学 是为了掌控虚空 修炼到极致 一念初 周围十万里 化作雷霆剑 自身就是雷霆剑的主人 所谓的黑暗闪电 雷霆行走 雷火炼体术 即便修炼圆满 只要在十万里 雷霆剑范围内 都得成为蝼蚁 毫无反抗之力 轻易被捏死 此绝学是一位 肉身六结晶大能所创 凭此绝学 纵横时空长河 实力近乎七结晶 按照苍原祖师评价 这是一门将 虚空参悟到圆满的绝学 一门名叫三十刀 这是借助雷电 掌控时间的一脉绝学 虽然创造者 还没能完善刀法就死去 但这也是 能威胁到七结晶的 一门时间绝学 任何体系 火焰 雷电 水流 任何方面 参悟到最后都是时空 因为一切都是 源自于时空长河 这才是最根本力量 虚空更真实 更加容易接触 更加容易掌握 封王神魔层次 一般就开始逐渐参悟 当然要修炼到 雷霆界圆满的地步 也无比遥远 而时间则更虚无缥缈 掌控难度更高 捷径及绝学 大多都是时间 空间一类的绝学 只是入门的角度不同 孟川的这两门 捷径及绝学 都是从雷霆一脉入手 来掌控时间和空间 雷霆界 和三十刀 都是正统绝学 才是修行的最终方向 孟川暗道 我需多花费些时间 在这两门 捷径及绝学上 第六章 禀报 得到雷霆一脉 所有绝学传承 孟川依旧不是太赞同 元初祖师当初的选择 这些珍贵的绝学 都系统性地指引了方向 有完整的修行之法 孟川暗道 虽说失去群星楼后 可以参悟帝君级 捷径级的秘宝兵器 来明误修行方向 可终究效率低很多 就算是时空长和 真正的强者 都是自创绝学 可参悟他人 绝学 汲取他人智慧结晶 对于自身创造绝学 也是有好处的 当然 元初祖师站的高度 和我不同 他是帝君 当时整个人族世界的最强者 他或许有更深层次 想法 孟川暗道 元初祖师当初无敌于世 已站在人族世界最巅峰 他不但要看当时 还要看到久远的未来 如果只顾痛快 元初祖师会将苍元宗 所有底蕴留在元初山 一心发展元初山 而事实上 他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 认为自己可能有错 为了人族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两边都下重 所以 将珍贵无比的三大镇宗宝物 都给了沧海派 更有沧海祖师等 一群强者 去建造沧海派 元初山 沧海派 都有无敌于世的底蕴 不管哪一派成功 人族都 依旧拥有强盛的底蕴 可以不断兴盛下去 江州城 下午时分 嗖 孟川降落在庭院内 在庭院内翻看 书籍的柳七月起身走来 忍不住道 阿川 你怎么昨天一夜都没回来 有事耽搁了 孟川笑道 那时候 他在沧海派内的洞天内 正在经历考验 不是透过传讯令牌 告知你我很安全吗 孟川给家人们 早准备了一套传讯令牌 彼此也有些暗号 报平安 求援等等 可后来给你传讯 都联系不上你 柳七月说道 若非你提前报平安 我都要向元初山求救了 放心吧 夫人 孟川感觉到 妻子的关心 笑道 你丈夫我实力高深 更修炼到低血镜 也留有血液 在元初山 这保命能力强得很 以妖族在人族世界的那点手段 根本奈何不了我 行行行 知道你厉害 柳七月笑道 对了 我给你准备了件礼物 孟川一番手 捧着一套 散发着采光的羽衣 给妻子 你试试看 柳七月一看 就被吸引住了 这羽衣散发的 力量就非常吸引他 他伸手接过 穿在身上 只觉得体内的凤凰血脉 都和这羽衣共鸣着 他叫凤凰羽衣 我猜应该很适合你 孟川笑道 我血脉的力量能掌控他 柳七月惊叹道 凤凰羽衣表面 隐隐出现了凤凰虚影 这凤凰虚影 也蕴含着力量 保护着柳七月 能护身 而且还能释放出 极厉害的火焰 令周围成为火焰领域 阿川 这羽衣 我很喜欢 柳七月 开心熟悉着这件羽衣 这是哪来的 柳七月这才反应过来 问道 走 我们进屋慢慢说 孟川笑道 群星楼都会逐渐 对原出山峰 在人族世界的地底深处 超高速飞行着 为此领域一次次探查着 将每次发现的妖王斩杀殆尽 只有极个别的妖王 会被孟川收服 成为妖仆 在小型洞天内 一座密室内 真没想到 在地底大规模 追杀妖王的神魔 竟然真的是孟川 千驱妖圣 透过因果血咒的联系 能感知到 那位年轻的神魔 因果联系 最为神秘 就是 竭尽大能 自身都无法彻底隔绝 只能尽量模糊遮掩 孟川 更是对因果一脉 完全没参悟 并不知道自身已暴露 只是他也清楚 以妖族的底蕴 什么时候都得小心防备 轰隆 推开密室的门 千驱妖圣往外走去 九渊 千驱妖圣 来到一处寂静的殿内 直接开口喊道 很快 殿内宝座上 显现出九渊妖圣的身影 他笑道 何事 找我 在地底大规模 屠鲁妖王的那位神魔身份 我已有九成把握 千驱妖圣说道 九成把握 九渊妖圣 微微皱眉 我之前行走天下 在天下各地 共寻找三千名妖王 在他们身上布下因果血皱 千驱妖圣道 这三千诱饵完全分散 毫无规律 而如今已经 205个诱饵被杀 202个 都是同一位神魔所杀 千驱妖圣说道 我觉得 把握已经非常大了 三千诱饵 死去两百左右 九渊妖圣摇摇头 此事牵扯甚大 到了这时候 不差这几天 我妖族会针对那神魔 施展比上次更厉害的 袭杀手段 若是弄错目标 那后果就严重了 千驱妖圣若有所思 其实现在把握很大了 若是有疑虑 就再等半月 再等半月吧 也就多死数万妖王而已 九渊妖圣不在意道 对了 你如今查出来的是谁 千驱妖圣看着对方 笑道 东宁侯梦川 又过去半月 九渊妖圣和千驱妖圣 并尖行 到今日 已死去533个幼儿 千驱妖圣说道 其中527个 都是孟川所杀 你知道的 这些幼儿妖王 分散在天下各处 最近又没有 大规模工程的行动 妖王们几乎都折服在地底 短短一月 杀死超过500幼儿 不可能是巧合 九渊妖圣也赞同 看来这孟川 早就成封王神魔了 只是一直瞒着 所以你们之前想尽办法 都查不出是谁 千驱妖圣道 两位妖圣 并肩来到了一座幽暗密室 幽暗密室中央 有着一汪池水 我这就联系帝君 九渊妖圣说道 千驱妖圣点头 问 密室内雕刻的无数符文 绽放银白光芒 中央的水池内 渐渐浮现画面 那是星河帝君的模样 九渊妖圣 千驱妖圣都微微攻身 无比尊敬 帝君 查出那什么身份了 九渊妖圣恭敬顶报道 第七章 拜九日 查出身份了 水池中显现的星河帝君 眼神一宁 压迫感更甚 确定了 九渊妖圣恭敬道 属下有把握 千驱妖圣也道 谁 水池中的星河帝君 冷然道 千驱妖圣继续道 人族猿出山弟子 东宁侯孟川 我和九渊都认为 这孟川应该天资远超外界所知 暗中早就成为封王神魔 只是因为他擅长弟弟探查 所以人族 想尽办法 遮掩其光芒 隐藏其消息 东宁侯孟川 星河帝君开口道 有十足把握吗 我要的是 十足把握 因为确定目标 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动手的 上次布置三绝阵 黄瑶老祖都葬送性命 最后还失败 这次要斩杀 自然付出代价更大 若是杀错了 千驱妖圣赔上性命都不够 禀帝君 千驱妖圣恭敬道 属下寻找了三千名妖王 在他们身上留下英国血重 他们完全分散在人族世界各地 没有规律可循 而如今 已死去533个妖王幼儿 其中 527个妖王幼儿 都是死在东宁侯孟川手里 九云妖圣也说道 属下若无令牌 让属下满天下不停寻找 那简直是大海捞针 一月时间 怕都找不到50个妖王幼儿 孟川 却能杀这么多 必定是那位擅长弟弟探查的神魔 孟川 水池中的星河帝君 沉没了下 才问道 他的活动诡计 可确定了 在确定是他后 我最近半月 经常透过因果血咒 确定他的位置 千驱妖圣说道 白天 他几乎一直在天下各地 在四海海底 在陆地地底 总之在各处地底 而我们妖族的妖王 被屠戮 也主要是白天被屠戮 完全对应得上 而他夜晚时分 则是回归到大洲王朝江州城 白天都天下各处地底 夜晚回江州城 星河帝君 微微点头 脸上浮现笑容 千驱 你做得很好 能为帝君们笑了 是属下的荣幸 千驱妖圣微微恭身 星河帝君微笑满意看的 看着这两位妖圣 跟着水池内的身影 便消失了 妖剑 悬浮在高空深处的寒冰宫殿 三位帝君 齐聚于此 人族神魔孟川的情报 也全部在这 彭皇道 从情报来看 孟川当初 是以入门排名第一的身份 进入原出山 还是大日进神魔时 下山后不久 就曾和同伴联手 击杀了天妖门的黑水公主 因为她速度极快 擅长救援 巅峰四重天妖王黑炎妖王 曾袭杀孟川 可结果 黑炎妖王失败 孟川夫妇 紧跟着对外宣称 成了疯猴 十余年后 我妖族大规模 攻打人族城池 我们妖族 可以确定的她数次出手 至少有顶尖疯王实力 我猜 那时候 她就已经是疯王神魔了 彭皇说道 如此推测 她很可能成疯王神魔 都超过十年了 若她的天资如 猜测的那般妖念 十年时间 或许都达到了疯王巅峰 配合些特殊机缘 强大宝物 完全能以一敌三 对抗黄瑶她们 而且她是雷电一脉 黄瑶 北决她们围攻 神秘神魔时 也确定 那神魔擅长雷电一脉 彭皇说道 诸多结合起来 孟川的确挺符合 雪月娘娘 轻声道 你忘了一点 她速度极快 能地底探查那么厉害 除了有探查秘书 速度快 也能让探查效率大大提升 既然确定了 那我就准备了 星河帝君 看着两位同伴 准备吧 彭皇 雪月娘娘都看着她 星河帝君点点头 她直接在一片空旷之地 挥手放下一巨大的黑色圆盘 黑色圆盘中 有着点点光亮 苍原剑 大洲王朝 东宁侯 孟川 星河帝君右手手指 在圆盘上 写下一个个文字 每一个文字 都是鲜血凝炼 融入黑色圆盘中 人族世界 在时空长河中 也被称作是苍原剑 很多事件 都是以这个世界历史上 最强者命名的 毕竟苍原祖师 威名远播 传遍太多世界了 那些其他世界的强者们 想到苍原祖师的家 相识剑 自然会称呼为苍原剑 问 随着星河帝君 在黑色圆盘上 写下一个个文字 他和人族世界的孟川 开始产生了 较为微弱的因果联系 透过虚无缥缈的因果 星河帝君 模模糊糊 能看到了一个 年轻男子的身影 可惜没有血液头发 唯一 星河帝君 轻轻摇头 而且还隔着一个世界 人族世界 对我的阻碍太大了 我锁定孟川都挺吃力 这孟川 能以一敌三 三绝阵 都奈何不得他 是不可能悄然 得到他的头发血液的 彭皇说道 就是普通的蜂王神魔 无间领域笼罩下 怎么可能让别人 取走头发血液 头发血液 若是能悄然取走 也能取走他的头颅了 嗯 我知道 星河帝君点头 我需要拜他九日 为他书写完整的咒文 等第九日动手 咒杀威力 才能达到最大 这么多年都等了 这九天 我们当然 都有耐心 彭皇笑道 星河拜他九日 一旦第九天 咒杀降临 生死一线 他定会知晓 他死了就罢了 玄岳娘娘说道 如果他真的抗主活下来 发现身份暴露 人族 一定会加强对他的保护 下次想要再动手 难度就高多了 所以 这次计划的更详细 更不留破绽 你的意思是 彭皇 星河帝君 看着玄岳娘娘 要做 就做到底 最后一重计划 也暗中准备好 玄岳娘娘 也说道 将我们能够为孟川准备的 都准备好 这一次 必定要除掉他 他 活着 我们的谋划就失败了大半 嗯 彭皇 星河帝君都点头 彭皇开始去做其他准备 玄岳娘娘 则是为星河帝君护法 黑色圆盘前 星河帝君柜 坐在那一动不动 每一个时辰 他都会在黑色圆盘上 以鲜血写出一段咒杀咒文 在星河帝君感应中 原本模糊的年轻男子身影 在渐渐清晰